大家好 全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哎 这个猫了狗的还真有乐趣 我们家那个小黑猫 它是一半的英短 英国短毛 一半的印度梦买猫 它是混血 这小黑猫 哎呦 刚才睡着了 它经常在上午吃饱了 睡到中午或者下午 晚上 哎呦 那眼睛贼亮贼亮的 露出胸光啊 哎呦 它有时候打呼噜 呼噜呼噜的 真的像一个大小伙子 小公猫 像一大小伙子 身挺大的 我们家这个小狗 这小狗是一个日本品种 小柴犬 有时候睡着了吧 哎 还有这个 还做梦 哎 哎 真的发出这种的 是吧 还叹口气 然后有的时候还用自己的前爪 还呼噜呼噜自己的脸 好像是痒痒了 怎么回事 哎呦 特别可爱 有的时候吧 从背后看 像一个小熊 有的时候像个小狼 有的时候像个小狐狸 是吧 有的时候像个小兔子 哎呦 这个动物 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是吧 我们这边的邻居 基本上家家都有狗 有的是大狗 有的家里养好几只狗 是吧 反正我们这个社区 还是比较国际化吧 美国人 是吧 英国人 加拿大人 法国人 德国人 意大利人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波兰人 这个斯洛伐克人 啊 然后 土耳其人啊 还有什么荷兰人 比利时人 大概是这么一拨人 组成的 所以哈 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这个给大家聊一段 这个老北京 原来啊 也是我们东城的 是吧 我们都是东城人 这个驻东四那一带的 哎 回回 老回回 秦也 他的文字 特别好 他前些年 他是一个著名的广告策划 给那什么百龙矿泉湖啊 很多很多 很多知名的啊 在八九十年代知名的企业 他都给做广告策划 所以他的文章特别好 他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没有周恩来就没有王铁城 有些细节还是比较感人的啊 我不是说周恩来感动人 周恩来不感动人 你看这个这是很早了 很很多年前的一个一个演出的海报 是吧 他原来是中国话剧团的 他说这个纪念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三十五周年 我们是喝盐河水长大的 中国话剧团演出 王铁城都没有什么名当时啊 王铁城当时没有什么名 后来机缘巧合 这是王铁城 跟他媳妇 是吧 年轻的时候 这是跟他那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子 是不是叫周周啊 有人说周周的爸爸还不是王铁城 这个名人 有好多可能名人大家都关注啊 这个很多名人都生出来 都是这种唐氏综合症 那种先天的痴呆的儿童 王铁城夫妇啊 还有那个袁伟民之后的 第二任的中国主教练 邓若曾夫妇啊 还有那个演那个跟姜文他们 北京人在纽约里边的王鸡啊 那个女的是吧 这个也在美国吗 不是哈 后来回中国了 他的儿子好像也是这毛病 当然中国的出生的人口当中 有这种身体残疾的精神残疾的 大概全中国有六七千万七八千万 是吧 都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要多了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啊 这个秦也说了 说二月二日走了杨贵妃中的高历史李如平 他说的走了 这就是比较客气 比较隐晦 就是这人没了 去世了 死了啊 那杨贵妃电视剧吧 高历史 对吧 给那个李白穿鞋 李白戏弄那高历史 是吧 太监 演的也活灵活现 5月12日走了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 石为奸 那个剧中人叫罗群 那个演员叫石为奸 对 6月21日又走了周恩来中的周恩来王铁城 扮演周恩来的王铁城 他们都是文革中中国话剧团的演员 刚刚的 刚刚的啊 东北话 硬 就是比较厉害的演员 各个都是名副其实的表演艺术家 在台湾人家就不叫艺术家 一般台湾就叫艺人啊 就是作艺的 就是吃这碗饭的 开口饭 是吧 人家不拔高 中国动不动 就是书法家 画家 是吧 表演艺术家 得意双心 是吧 爱党爱国 就老给你这个 是吧 拔高 贴标签 政治需要 其实挺恶心 1966年文革爆发了 北京仁义 先是改名北京文工团 不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了 后又改名北京话剧团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 和中央实验话剧院 合并成了中国话剧团 仁义是北京的 那三家叫中国的 初始 王铁城 就是个小角色 1977年5月 中国话剧团推出了 我们是喝盐河水 长大的话剧史 这都是给共产党捧臭脚啊 歌功颂德呀 你是谁是喝盐河水 长大的 有几个人 对吧 抱歉各位 抱歉 王铁城 也只是 其中两句台词 露回脸的 战士甲 群众已知类的 龙套演员 有一个叫孙什么的 俩字 那演员跟我住同一个小区里 他有一闺女 夏天啊 一个二八自行车 前面车筐里 跟那个卖西红柿的小贩 讨价还价 买的西红柿 后边那个车架子上 那个那个 驮着他闺女 叫孙什么俩字 他演过 好像是蒋文利 还是谁投资的一个电影 这个男主角 在什么那个 北平战士集 叫北平战士 什么什么 电视剧演过一个什么 东丹 东四青龙 演过一个黑社会 反正那个人 一开始 也是在那个什么 军条部 中原突围 演一个什么 匪兵甲 匪兵乙 叫孙什么那种 忘了 我的观众曾经告诉过 他是谁 那个人跟我住邻居 还有那个谁 叶静 是吧 这个穷瑶阿姨的穷瑶剧 星星知我心之类的 那种的 最早的小童星 叶静是我们街坊 他妈 他姥姥 他姥爷 他姥爷他们 他舅舅他们姓焦 姓焦 这个叶静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 现在是个老师了 那时中国话剧团 王姓 姓王的出了名的演员 一大堆 有四大天王的王瞳 就这眼睛 瞳人 王瞳 有王培 培养的培 有王上信 高尚的上 信任的信 还有王兵 哎 你看 是吧 我说过吧 哎 你别说北京城也好 全中国全世界 啊 有一个美国人说过 全世界不超过七个人 谁跟谁都认识 王兵 后来 我在 燕郊 哎 不是燕郊 在旺京 我买两套房 一套三居 一套两居 我后来发起业主维权 给我们的邻居挽回损失 二十个亿人民币不止 是吧 因为周边好几个小区嘛 我阻止了一个垃圾站 这王兵 他就支持我 后来我们需要一些经费 我们有业委会 业主委员会筹备组 啊 大家公推我当那牵头人 他给我 就不是给我吧 给我们筹备组 捐了两百块钱 后来 当然捐款的不止他一个人啊 有一批人 后来我把所有的账目 就是说这个 这些钱都谁捐的 啊 是吧 叫什么名字 捐了多少钱 然后 这些钱都用在 哪些方面了 花了多少 还结余多少 我在我们小区的 那个正中心 那个控场上 就是大家活动的 类似于我们小区的天门广场 是吧 那个大黑板 上面全一五一十的 给公布了 王冰 是个大高个 长得气派 这个鼻子 鼻梁子高 这叫山根 啊 长得气派 大高个 他他老伴 是清华大学校医院的医生 那老太太长得挺秀气 个不高 白白净净的 带眼镜 王冰 王冰是祖籍山西 他后来比较有名的 演过俩角色 一个在叫开国大典 演过一个被毛泽东他们忽悠了 或者这个投降毛泽东的 这个抛弃国民党的张兰 张兰 这个著名的民主人士 大佬 还演过一个 那个什么 走向共和 里边演过李鸿章 李鸿章 还有阴眼赤道战鼓 你听这名 中国就支持亚非拉赤道战鼓 很多亚非拉国家 从那个英国 法国 什么葡萄牙 独立出来 都是中国给钱 给武器 提供培训 等等等等 是吧 当然代价是中国人吃不上喝不上 这个赤道战鼓成名 从海政调入的 海军政治部文工团 调入的王夫堂 跟那个王小堂 差一个字 丈夫的夫 王小堂是河南开封人 我见过王小堂 在那个安定门外 青年湖公园 那个湖的南岸 有一个比较高档的餐厅 大玻璃窗 朝北 对着湖面景色好 那那个收费不低 有一次王小堂 跟一帮朋友在那吃饭 正好我从那溜弯 我一看王小堂 还特意穿着他的军装 这是光板一颗星 光板一颗星 少将 王小堂 王小堂可能90来岁了吧 还活着吧 唯独啊 说了一堆姓王的 唯独这个王铁城 名不见经传 当时还轮不到他呢 论资排辈 直到1977年8月 文化部 文化部也是我客户 在沙滩北街 沙滩 现在搬了 现在搬到朝阳门去了 在外交部南边盖一个大楼 跟那个 那个叫什么华大厦 不叫新华 有个乡啊 富华 挨着富华大厦 富华大厦的老板 给他女朋友过生日的礼物 就是一辆大奔驰 奔驰车 决定 由中国话剧团 火速排演话剧转折 为什么叫转折呢 是吧 这个四人帮被抓了 军事政变 是吧 然后邓小平应该复出了吧 77年8月 邓小平可能复出了 华国锋呢 有那个 英明领袖 华主席的名 但是真正的党内 最有实力的 还是邓 是吧 加上哈 要造舆论呀 两个凡事啊 凡事派 是吧 真理 是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两派 是吧 中国的所谓文艺 文化 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政治 为了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争大位 来服务的 是吧 历朝历代的文化人 是吧 都是什么学得文武艺 卖给帝王家 都是这意思 啊 说描述了中共在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 而此时正在寻找适合扮演周恩来的演员 从此天上掉下了一个林妹 哎 天上掉馅饼了 好运来了 王铁城的命运开始时来运转了 王铁城在话剧中第一次成功的饰演了 周恩来演出那天 王铁城一出场 全体观众集体鼓掌 掌声长达一分钟 演着演着剧场后排的观众全都挤到前排来 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台下一片哭泣声 一个是共产党会忽悠 一个是共产党隐瞒真相 一个是中国人奴性重 中国人传统都有那种中军呀 爱国呀 什么是吧 期盼明军 贤相 是吧 把周恩来就当成一个贤相 是吧 当然毛泽东作恶太多 大部分中国人抛弃了毛泽东 所以你看那个有一个上海的那个那个作家 叫全言赤吧 他写了很多什么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后来又写了一本书 我这有叫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毛泽东也不是神 周恩来也不是圣 但是当时的共产党 毛泽东实在是作恶多端 食恶不赦 罪恶庆竹难输 是吧 毛泽东实在是拎不起个了 做的事太多了 太坏了 是吧 所以没法捧毛泽东了 那么捧谁呢 捧周恩来 周恩来不得已啊 来晚了 你看那个贺龙追悼会 薛明啊 我来晚了 我对不起霍老总啊 哎 周恩来演戏啊 实际上 专案组 是吧 中央专案委员会 把这些大脑袋大官抓起来 都是周恩来签的字 他不签 没法抓人 当然中国共产党 是吧 中国政府有法律吗 没有 应该谁来出面呀 是吧 他们这行的是家法 帮规 应该是 司法独立 是吧 公安局 法院 检察院 这三者都不能互相的通气 更别说你政府了 对吧 跟你没半毛钱关系 是吧 所以中国人又哭哭啊 这个我住旺京的时候 08年我搞业主维权 哎 有一个阿姨张老师 叫张慧光 他是这个朝阳门外陈京伦中学的体育老师 他那会已经退休了吧 那会就有60来岁了 现在可能都得差不多80来岁了 一个大高个儿北京的老太太 他就告诉我了 周恩来 根本就不是外界所说的那样 因为那会儿他是红卫兵 哎 周恩来给他们红卫兵召集到 不是所有的红卫兵啊 一部分红卫兵可能是头头脑脑的 给召集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的那些话都完全是支持中央文革 支持江青 支持毛泽东和后来电视上电影上 那都是假的 短短14分钟的出场 全场观众鼓掌了17回 许多人不断的惊呼 太像了 这次的表演不仅让41岁的王铁城一名惊人 啊 那77年41 他36年生的 那王铁城今年去世了88 活了88啊 那么一名惊人走上了特型演员的道路 特型演员 我还认识一个特型演员呢 我生活中的朋友 赵哥姓赵 原来就住在暗院胡同 就在二龙路金融街 暗院胡同姚文元 江华南汉陈 薄一波都住那胡同里 我还去过他家 他演谁啊 演蒋介石 当然不是那什么孙飞虎 什么叫什么的 不是那个人 他也演过 演的也不错 演的也不错 我是这赵哥 后来在这个 第二炮兵后勤部 南里十路 星达美食娱乐城 餐厅加歌厅 他是总经理 是吧 那里边警察来了 白吃白喝 还白玩 花姑娘的白玩 也让很多观众 记住了王铁城 当然了 没有周恩来 就没有王铁城 没有共产党的宣传的需要 洗脑的需要 忽悠的需要 对吧 有人曾经问他说 倘若华国锋 没有粉碎四人帮 也就不可能日后 会突出周恩来 您的命运 还会不会发生转折呢 就是说 你由一个 积极无名 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变成大红大紫呢 是吧 王铁城很自然的回答说 我命好 我命好 生逢其时 我命好 1 1 2 1 2 1 2 4 4 我和王铁城同住在演乐胡同 那个字叫乐 就是说地名上叫演乐胡同 就在东寺这一带 登市口东寺这边朝阳门这边 他住在路北63号 我家呢住路南94号 正好门对门 对门的邻居 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 演乐胡同也有跟我们家 这个沾亲带故的人 我还去过呢演乐胡同 什么干面胡同 史家胡同 红星胡同 东堂子西堂子 金鱼胡同 校尉胡同 新开路胡同 外交部街 东单这一片 是吧 其实王铁城是个十分随和的人 天热了光这个大膀子 光着膀子 这叫膀爷 登三轮的叫膀爷 是吧 能说会道的 贫的 耍嘴皮子的 是吧 狗仙门帘的 全靠嘴挑着的 叫砍爷 是吧 夏天有时候我也光大膀子 所以我是膀爷 我也登过三轮 原来我自己家 是吧 有一辆这个卡车 还有一辆三轮 我从安定门 登着三轮 好几百斤的饮料 送到天安门广场 东侧 中国革命博物馆 邓小平的小儿子 邓志芳的媳妇 刘小元 他哥哥刘龙江 文化大革命 那都是红卫兵 造反派的领袖 东城的二中还是五中 反正是北新桥那个 北新桥那个 那个系馆活动 还是西洋馆活动 不是那个内务不接 二中还是五中 我搞混了 他他搞的那买卖 叫皇家有一商店 隔壁 就是东墙 隔着一座墙 那就是一堵墙 那就是公安部 公安部也是我客户 那个皇家有一商店 后来他们又开一个分店 在中国美术馆 我又往那送货 这个啊 所以啊 我又是榜爷 又是板爷 又是坎爷 三爷 是吧 人家共产党有三爷 那个厉害 是吧 掌握中国的大权 掌控各种资源 党政军军警献特 是吧 他们那叫什么来着 叫叫叫 一个是太子爷 太子爷啊 正宗红二代 还有通过联姻 那个叫 叫姑爷啊 女婿党啊 姑爷党 什么王岐山啊 刘亚洲啊 什么这个刘小江啊 当然他们本身也都沾边 只是家里边的那个那个官位 他的 是吧 他爹 要要要稍微低一点 是吧 还有一个叫师爷 是吧 就是给他们当管家的 是吧 胡锦涛啊 温家宝啊 或者江泽民 江泽民是一个模糊地带吧 他两边都挂了点 是吧 嗯 那么啊 就得逛这个大网 在树底下 你老北京 过去那个胡同里 院里 都有什么枣树啊 有什么乡村呀 是吧 有的也有个别的 最多的是槐树 比较多 槐树上面 有时候有吊死滚 是吧 啊 有的有羊娜子 羊树上面是羊娜子 一块聊天 夏棋 砍大山 夏天嘛 1970年10月 1970年 那他那孩子是 属狗的 昨天我看到视频了 就那孩子 在这个王铁城 那个追悼会上 后来追悼会结束的时候 从那个告别大厅 应该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吧 往下走的时候 还有两个人 掺着他儿子 那儿子一辈子 要是说他是个废物吧 显得有点不厚道 反正就是 拖累拖累 真的没办法 是吧 然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 70年10月 取名叫王卫平 卫 就是张家口 有个县 叫宇县 就这个卫 云征霞卫的卫 草字头 下面一个上卫中卫 那个 那个卫啊 王卫平 刚出生两天 儿子就被 著名的妇产科专家 林巧智大夫 林巧智是福建厦门人吧 中国最有名的 这个儿科 或者是妇科专家 林巧智一辈子没结婚 是吧 他说这妇女生孩子什么的 太痛苦了 他看到太多了 他就不想结婚了 林巧智 共产党也给了很高的地位 也给了一些 是吧 名啊 利啊 捧着 是吧 估计很多 中央首长的那些子女 哎 他们生孩子之类的都找他 应该属于什么中央保健委员会的 跟那个周恩来的那个是吧 医疗组的医疗专家组的那个组长吧 或者成员 吴杰平 是吧 这帮人老的有名的这些老大夫 老专家都给安排到东四 把口 西南角 那个叫中华医协会 中华医协会到那去 中华医协会西边 野金部是我客户 哎 那个科长叫王震 跟国家副主席同名同姓 嗯 然后 嗯 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中华医协会 中华医协会的那个 后来也被军管了 这军管 知左三支两军 也是毛泽东搞的军事政变 把刘少奇的势力彻底打垮 把原来的文官体系 彻底的折腾你们啊 然后 那个军代表 家住的大草场胡同 跟赵紫阳被软禁的 那个那个 富强胡同六号 离富强胡同没多远 然后那个大草场胡同 住着谁啊 中共 五老 谢绝哉 哎 谢绝哉当然后来就死了 他老伴 王定国 小矮个 老太太 四川的 著名导演谢飞的妈 就是王定国 他爸就是谢绝哉 那个军代表就住那啊 当然那是文革的事了啊 诊断说21对染色体少了一对属于先天性的痴呆 你看看 当然也有人说像王铁城这样的人是吧 就是忽悠中国人洗脑中国人 所以他缺德 是吧 但是70年的时候他还没演周恩来呢 这就是赶上了 这就有概率 有几率 这倒霉 是吧 哎 你看我见过古岳演毛泽东的 好像是石家庄人 啊 不是他好像死于石家庄 那个古岳长得真像毛泽东 有一次我打出租车 在那个小钓鱼台达渊宾馆 我那会儿在三九集团 总后的解放军的企业 那会儿我就在那个达渊宾馆里边 我一出来打车 他也打啊 那会儿还都小面堤 黄面堤 叫黄虫 我说你来你来 你是毛主席 哈哈 让他打了 跟他说两句话 啊 他走了 他打车走了 我接着打 就在清华大学东路 在圆明园的南边 旁边有个村叫福源门村 哎 说到福源门 那过去好多太监啊 很多是河北 什么河间的 什么这些地方的 什么高碑店的 荣城的啊 定性的 都把这个家里亲得热的 都从这个河北啊 很多地方啊 都弄到这个圆明园这边 后来就慌了 清朝后来就不灵了 没人管了 就在那里边种地啊 开荒啊 或者从里边顺 顺就是偷 顺手牵羊 或者叫改了 是吧 哎 往外偷东西 啊 主要是种地 那个村 叫福源门村 啊 那个那个门 就是圆明园 啊 园子上的一个门 叫福源门 说到这 去年吧 还是前年 是吧 在这个加拿大 是吧 一个人晚上 出去皮划艇 那个谁死了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华永 哎 他那会儿刚到北京 华永是军队子弟 他们家是一个高射炮兵团 或者是炮兵团 在辽宁营口 然后那个他也没上学 初中喜欢画画到北京来混 一开始 一开始的画家村 就在福源门 就在圆明园这儿 后来慢慢的搬到了 那个哪儿 机场辅路 南高村 草场地村 你像艾未未他们都在那儿 还有一个叫三影堂 一个福建小伙子 娶个日本媳妇 我还去他那玩过 有电影放映会 有蒙古人 哈萨克人 唱歌 弹吉他 啊 勾火晚会 我都去过 那个三影堂就是艾未未他搞的 他给设计的 是吧 这不是这两天说到那个谁了吗 那个那个 马卫都 那个官府博物馆 就在那边 啊 那旁边有中国电影博物馆 和中国铁路博物馆 那两个博物馆 我都去过 不要钱 但是你得拿着身份证 哎 我去过中国电视博物馆 去好几回呢 铁路博物馆去过一次 啊 那里边还拍戏呢 啊 那都有站台 站台 然后有这个这个火车啊 有些剧组可能掏俩钱 拍 还穿着日本人的衣服 我都有照片呀 啊 结果 我那个 因为我说了 军队国家化 把我那个博客永疯了 所以那大量的照片 大量的博客文章 全部都被共产党 是吧 被中国这种邪恶的变态的舆论审查制度 给我给 等于偷走了我 这个所有的这些历程的记录啊 他们那个 那附近还有一个环铁基地 环形铁道 试验火车的地儿 环铁基地 属于 那个铁岩 在西志门外 大柳树 啊 那个 叫什么 石方街叫什么 不叫石方街 就叫大柳树 啊 铁岩 铁道部 科学研究院 那个是我客户 有人问过王铁城的母亲 问他妈 问老太太 说您儿子 为什么不再生个孩子呢 那70年的时候 还可以再生 那会儿慢慢开始 就是在体制内的 就是说 引诱 诱导 鼓励啊 就开始刮这种风 开始造舆论啊 就是说 最好计划生育 但是 是最好 没有强制 后来慢慢才强制的啊 所以他说 你再生一个 老太太开朗极了 他不开朗有招吗 他说了 医生说了 再生还这样 那应该就来自王铁城 或者他老婆 应该主要是王铁城的 他的先天性的遗传缺陷 就像有的遗传疾病 有的时候不传儿子 传孙子 是吧 他有的是显性的基因 有的时候就是隐性的 往往是坏的基因 反而显性 好的倒不一定遗传 所以这里边 是吧 你说是命 你说是偶然 你还是怎么的 对吧 邻居 接放邻居 触藏了 难免家长里短的 是是非非的 是吧 互相之间邻居们 是吧 是吧 这个这个 起哄驾秧的 闹个别扭 是吧 小了小气的 是吧 这个 或者谁跟谁 为了一句话 就结梁子了 是吧 可王铁城是个例外 可着 可着这么多邻居 就从来没有听到过 有谁说过他一个不字 那看来做的还是不错 是吧 这个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听我大姐是听谁说的 大概四十年前 在北京 就在北京啊 住大杂院 大杂院有那种牌子房 像我们家后生 就是住着那么几户 有姓肖的 还有姓什么的 有姓 卢的 他们是科学院的 中科院的 中科院哪个所的 我就不记得了 中科院的宿舍 那后边住着他们几户啊 就是那种一排一排的啊 比如说 从东到西啊 五户啊 一进院门 第一家谁谁谁 我说的不是他们啊 是另外的啊 是谁 是地址我不记得了 就是说 夏天 天热 大杂院 牌子房 人家有的有那个葡萄架呀 或者扁豆架呀 咱那底下阴凉地 人家一家人 正跟着吃饭呢 哎 来了也是邻居一老头从那过的时候吧 可能岁数大了 放了一个屁 放了一个屁 反正不太文雅 确实不文雅 你像那个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你跟穆斯林吃饭 你要放屁 你要这个土坛 你要咳嗽 你要打喷嚏 是吧 反正这个人家也不太那什么 你是吧 这是应该讲究点 这是文明 老头吧 不注意或者不文明 哎 人家那家说了 我们这吃着饭呢 你就跟着放屁 哎 老头可能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放个屁怎么了 或者说我 我不愿意放我 我忍不住了 哎 吵起来了 结果两边动了手了 把老头好像给打死了 打死了 后来呢 老头的儿子回来之后 又冲到这家人 又把那家人杀了一两个 就为了一个屁 真的 就死了好几口人 两个家庭就玩玩完了 玩完了 哎 所以这个小节 是吧 小节不是小节 王铁城 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为了照顾痴呆儿子 他请了一对外地的农民 农村的夫妻 整日照顾了二十多年 是吧 你那孩子那残疾啊 对不对啊 没办法 王铁城搬迁 新居后 他还是有一定的物质条件 是吧 他有工作 有工资 另外他们家可能住房 房子也还行 你要没房子住 房子很紧张 那也没法办 对吧 王铁城搬迁 新居后可能住楼房了 特意 你看啊 真的是善良 将院里的两间男房 赠送给了这对夫妻 不知道是临时起义 还是早就承诺 或者是被感动了 二十多年呀 对吧 后来他们打通了个后窗 后窗 在胡同里开了个小麦布 哎 这要赶上蔡奇 是吧 治理拆墙打洞 你开个小麦布 一个月挣几千块钱 也不允许 也得给你封上 蔡奇砸了多少人的饭碗 甭管是北京人 外地人 对吧 还有那些批发市场 什么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对吧 你看蔡奇是个酷吏呀 对吧 我的孩子 从小就在这里 该吃吃该喝喝 账单 是约定俗成的一周一节 他孩子在买个零嘴 来瓶北冰洋汽水 来点啊 来个一粒面包 来点那个山楂糕 是吧 来点什么那个什么 立洋羹 是吧 再来点 啊 来点这个 那酸奶是北冰洋的吗 是吧 我忘了 是吧 再来点六比鞠的咸菜 是吧 来点天圆 酱圆的 小酱菜 是吧 来点王志和的酱豆腐 臭豆腐 是不是 总之是这意思 来点上海大白兔的奶糖 水果糖 是吧 来点那个 是吧 反正我们一粒 就属于北京市一清局 北京第一清工业局 他分一清二清 还有一商二商 啊 还有一福二福 后来要分出来什么饭店总公司 什么旅游局啊 后来分了好多 王铁城去世的消息传来 女儿啊 这是秦爷的闺女 给我发来了短信说 说王铁城大的 他大爷的意思 比他爸爸岁时大 比老秦岁时大 是个非常高尚 值得尊重的人 啊 当然他给共产党忽悠老百姓啊 这是维稳啊 洗脑啊 是吧 稳定共产党的江山呀 这是共产党的有功之臣呀 对吧 你看他们那个宋丹丹他们 仁义 有一次演了一个叫什么 小景胡同还是什么 话剧 我看过好几回 我到仁义看好几回话剧 讲的北京拆迁 给我气得够呛 那完全是歌功颂德 和实际的拆迁差远了 说能把两间房的赠予家丁 家丁不是吧 家丁是给 是吧 看家护院的 也不能叫家丁吧 就是一对夫妻 就是保姆吧 照顾他儿子 叫家丁有点不对了 说这种人十万里挑一 十万个都不一定有一个 说北京城里边没几个 难能可贵 不过呢 要说的也对 为什么呢 一个是王铁城 确实这人大方善良 一个是 一个说白了 他也 他的儿子 他也没有后人了 是吧 他也是把中国人讲 是吧 什么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你要后继有人 他是一傻儿子 他这傻儿子也生不出孩子来 是吧 如果非要生 也是再生出傻的来 所以他就 是吧 他也没有后代了 等于就绝了 绝户了 绝户 他也就也就那样了 是吧 他再有多少的房产 是吧 存款 是吧 这个荣华富贵 名啊利啊 对名啊利啊 他这些东西 他已经见的太多了 共产党给了他很多的名和利 是吧 全世界 是吧 去跟那些爱国华侨 对吧 出访代表团 估计分配的住房 都不用花钱吧 工资 肯定少不了吧 对吧 但是王铁城内心也许痛苦 是吧 王铁城难道不知道周恩来 是一个最伪善的两面派吗 难道不知道周恩来 把顾顺章 是吧 全家 连邻居都灭门吗 是吧 是个大奸大恶之人吗 让我们选择